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全日总结的时间 我们先看看内地股市的形势 见到内地股市在创新高之后回落 上证终合指数收市升不够一点 市场聚焦深港通的传闻 而上证整日的表现就反复 早段曾经逼近3,400点超过五年的新高 而深圳成份指数就升超过1% 之前急升的中资金融股、内房股、煤炭股 以及有色金属股都出现获利回套 而资金就转炒其他落后的板块 好像飞机制造、半身股以及医疗器械等等 而创业板指数就急升超过半成 上证终合指数收在3,351点升0.9点 而深圳成份指数就收在11,667点升147点 而创业板指数就收在1,539点升超过5.1% 而两市成交就缩减至8,393亿人民币 之后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究竟内地股市形势是怎样 而为我们分析市况的 就是要在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美豪Rafi在我身边 Rafi 你好 你好 看到今天内地股市再创新高之后 有些后径不计的感觉 其实是否也是要休息呢 因为市场是被一些叫做新的IPO 又开始开闸出来 令到市场开始担心新的这一轮IPO 会吸走市场多余的资金呢 我觉得这样说 如果以内地的市也好 上证指数也好 虽然今天又再创新高 上证又3394 你看到之后就慢慢升幅没了 最终就差不多平收 3351升了不够一点 但是你说单日转向或下来 是否等于整个市场返复或是有回落呢 你说其他市场判断也合理 但有时大家都知道是比较不理性 情绪发意 是的的确是一来看成交 二来看气氛那样东西 所以很难说差单凭一天里面 高位下来或者是少少反复 就等于那个星势叫圆结 或者那样东西 所以我还要有时间观察一下 你说起码连续可能几天 都是这些走势出来的 我才会担心 或者才会比较审慎一点都未迟 所以现阶段来说 我相信过来地市都会在高院里面 会发上化落一点 很难判断叫它升完美或者怎么样 但当然即使有几个因素都要留意 一来刚才Fill都说 IPO方面的提速因素 今天也有全球批了一阵新股 未来也有机会再去申救 变上这件事 梅仪也有机会再走步 可能少少抽紧流动性因素 但如果以去年未开始 随着不断转向不断放水之下 我相信大家这一刻对影响性 或者担忧性没有以前那么重 也觉得反而有机会借着这一刻 又又再去新股的时候 其实另一边商量稍微调置后也不出忌 所以你说这件事之下 未必会对过来地市构成太深远 太长的影响 所以这一刻都是先看着 我觉得如果以即市的上落位来看 当然以加密高位3394 做短期的目标 或者再加上3400这些位置 而下面来说 我相信能够守着3200这些位置的时候 其实暂时那个问题 我觉得不特别大 上证又升得不太多 深圳成份指数市场也继续冲敬深港通的出现 会令到深圳固市的成交会大增 亦都令到港股这边应该会受惠 但中观之前护港通的经验 对港股这方面的受惠程度就比较少 好像见到今天港股 暂时都跌200几点下来 外围形势就弱 A股刚才你也提过 虽然不是跌 但都只是微升 但港股真的非常弱 好像很多重磅男丑股 几个板块拖着恒指下去 你觉得恒指现在是跌到什么水平 才会见到初步的支持 如果以恒指来说 暂时看法上 当然我觉得又不是太差 但真的审慎一点 因为一来几个因素 刚才说我们的市场高在里面也反复 二来虽然全国所谓的深港通 甚至今早早来计 曾经有传过某些不心交所经济学家 说五一方面有机会开通 但之后经证实完全没有这个职位 或者没有这个人士 变成这些消息是比较一个传闻 或者是乱传 所以你见到之后来计 其实市局的跌幅 都慢慢再转播显著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的确 深港通方面 预计了未来 开的机会性是高的 但现在实话还未一撇 始终在互传统方面 都不算走得太成熟的时候 没什么快的机会 可能会走得过深港通 所以对港股的刺激性 我觉得又未必太重 而且在二来 刚才提到内地市场反复 三里外围的市场 昨晚美国方面 都没估计跌成三百多点下来 基本上整体外围因素 个人也好 好像似乎对港股来说 的确是有些受累性 而且以今天来说 虽然买单计跌二百多点 就不算太多 但某程度上 在于单只股份 腾讯的资产 如果没有了这只蓝筹的时候 其实跌幅应该更显著 所以以整体的势头来看 不似乎恒指的确我相信也有机会 会稍微稍微下一下试 但当然你说下市的水位去到什么位置的时候 现在就看一看 当然即市就二十天线 大概就二万三千三百点附近左右 即市都已经穿过 但慢慢站上去 但就算假设这位置失手也好 我觉得应该初步来看 二万三千二百点都会有一定的支持在这里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留意中短的支持位置 二万三千二 只要这样位置都不穿的话 我觉得又不是太弱 我觉得如果穿的 比较多货在手的朋友 才考虑减减减减减役歷场 大家留意着 二万三千二这个位置 R Zhu 觉得这位置 短期来说可能比较关键 不过指数虽然未跌到近年的低位 但是很多板块做得比较差 我们先看看石油股 石油股今天受着国际油价跌到5年半的低位 看到中海油跌了3%收市 接下来石油股是否易跌难升 好像之前所说的价格战、增产、环球经济 可能不是做得太好等等 这方面似乎是继续拖着油价的后腿 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石油股未来的情况 你会怎样帮我们分析 以油股来说 看法上暂时真是预备 因为油价方面 看不到太多转世的意味 虽然已经是说那几个主因 供应又多 又感格战各样东西 也数损出来 但是这些因素大家是知道的 但是以最新来说 特别国别的原油出口国 例如伊拉克或者俄罗斯方面来计 最新的原油供应量的数字 其实仍然是有真无减 变成 又再令大家有数据参考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供应多是挺实在 变成了油价 的确在受累之下 是做得比较差些 最新来说 更加又再穿了50楼下 这些未完一桶的位置 所以整体来说 油股 我觉得影响性仍是有的 所以如果以现阶段来计 因为纵使不断说到油股跌了这么多 你说再大些空间 我觉得真的不是太坏 但是不太大也好 不等于意味着 太大幅度的反弹动力存在 所以有机会 可能都会保持在这些低位里面 叫做反复或上落 所以如果现在入市 似乎的直播性真的不高 所以暂时先观望 起码等到油价明显转势 才考虑个别油股 做入市的部署 而另一个焦点板块 莫过于澳门博彩股 不少大行都调低了 未来的澳门博彩收入的预测 最差是看到倒退了成八 其实你觉得 是不是真的澳门博彩业 都可能面对着一个寒冬 我好像见到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 暂时跌幅最大的两只 不丑 真的表现麻麻 跌了一年下来 未来是否会像油价 或者油股那样 继续向下 如果以你说博彩股来计 是的 我觉得今年15年来说 看法上仍然是那句 审慎为主 一来你看到去年特别是 下半年或者是 差不多第四季开始 澳门博彩出入的变化 都来得很明显 连续几个月都不断按年 或者按月都倒退 刚刚十二月份 不断说传统的旺季月份 按年都跌成三成的博彩收入 面上就是一个旺丁不旺彩的现象 如果以这样的势头去看 似乎今年回来 应该都没有太多的气息 甚至以去年年初 始终整个澳门博彩收入的 增长这么明显 而今年年初回来 假设不能支持 不要像去年乘几两次的增幅 单位数的增长都见不到 意味着个别豪道股的股值 还有机会继续被下调 所以整个来说 的确现在的看法仗是审慎 我不是太建议大家 在这些位置还是考虑先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 港股全日的市况 见到港股跟随外围股市下跌 恒指跌了超过200点 恒指承接外围跌势低 开了206点 之后越跌越多 一度跌到23,300点的边缘 而大行下调澳门博彩收入的预测 豪岛股跌幅显著 银河尔洛以及金沙中国 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 而国际油价急错 石油股也沽压沉重 中保监研究防控保险业非法集资 中资保险股挨沽 逆市靠稳的 只有憧憬获得FDD牌照的联通 以及获大行唱好的腾讯 恒生指数今天收在23,485点 跌了235点 成交增加至1,147亿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主要蓝筹股的变动 汇控跌了1.5%做71.75 中移动跌1.75%做88.75 建设银行和公司银行都跌9千 中国银行跌3千 收在4.41 港交所升3号做177.6 中国人秀跌9毫 友邦保险跌1.75 腾讯升6.5做120元 金沙中国跌3做35.95 长实跌3.4做127元 新铜基地产跌1元 九仓跌7.5 中国海外跌3.5 华润置地跌7毫 中海油跌3.4 中石油跌2.1 中石化跌1.2 昆仑能源跌2.2做7.5 而神华跌5千 收在23.4 这次很感谢Rofy为我们回顾港股整日的市况 刚才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这次时间到这里 我们明天会继续和大家捕捉着港股和外围股市的投资焦点 明天再见